出现了一例Miss C的个案 新竹一名11岁男童 确诊之后的一个月之后 突然间是连续发烧 伴随着眼睛发红等症状 但奇怪的是 男童在高烧期间曾经说 看到了招财猫在跟他招手 对此医生解释 有可能是全身发炎 导致了脑部出现视觉幻觉 孩子一旦染疫 就算是轻症 也让家长操碎了心 更别说康复了 却又大病一场 新竹一名11岁男童 一个月前确诊 不过最近突然发烧 长达四天还有眼睛发红 草莓蛇以及颈部 淋巴结肿大等症状 入院后合并心脏衰竭 休克以及肺水肿 被送进加护病房 经医师诊断 男童患有儿童多系统 发炎症候群Miss C 而且在高烧期间 还出现视觉异常幻象 因为住院时男童说 会在闭眼后数分钟 看到招财猫跟他招手 或是看到异常人影 可能还是他当时 就是一个休克情况 导致全身的发炎 脑部也可能就是 有点不听使唤 所以才会有这些幻觉的现象 这种视觉幻觉都会有了 那只大家知道说 在病症里面 任何疾病在任何情况下 都会有这些类似的情况 那我们也不用说 太去把它宣染这个事情 幸好男童在退烧后 视觉异常状况陆续消失 医师提醒Miss C 是感染后的免疫反应 此时在体内病毒 已经所剩无几 但却有1%到2的死亡率 国外研究也发现 儿童打疫苗除了防重症 也能降低Miss C 发生几率 儿童疫苗接种 还要加紧脚步 记得综合报道